爆弹呼哨而过 爆炸巨场不断 以色列持续对加萨发动空袭 宣称打击了750个目标 同一时间 以色列的地面部队 包括装甲车跟士兵 也不断向加萨边境集结 战云密布 以军再度高喊要消灭哈马斯 我们在行为 把这些危险 从以色列的一样 我们在行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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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其实早在前一天 以军的地面特种部队 就先行一步进入加萨 搜索人质的相关行资 就等一声令下 后面的坦克部队随时进发 动员了上百辆战车 边境扎营 要设立检查站 CN就分析 以军要将边境地区 军事化为地面站 创造有利的条件 以军的地面站似乎 已经建在闲上 不少专家认为 下周将是这场 尾巴冲突的关键 若是以色列真的发动 大规模入侵 加萨地区的局势恶化 不仅死伤人数可能攀升 还忧心 接下来恐怕触发中东大战 提供陈总部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